是 时间定了 明天晚上 是 记住了吗 明天晚上七点 谈话绝不能超过一刻钟 明白 绝不能让人跟着你 警轩那边我帮你办上来 好 车 停在法国公园停车上 草坪地儿来 黑色 车窗上贴着半个细子窗户 你官邸预袭事件 必须要重视 说不定这背后 藏着不可高人的命运 越是简单的诱因 越会蒸发出想象不到的困难 经货商 CC 蓝仪社 真机处 还是法国巡捕房 日本人 渗透 破坏 暗杀 敌人是无所不见其境 保持警惕 还有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晚上 你必须安静地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要和文思义正面处断 他都打到我家里来了 打到你家怎么办 打到你家也要秘密出现 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成为焦点人 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成为焦点人 明白吗 伤怎么样了 伤怎么样了 小意思 总之 总之 这种事情不会再出第二次了 我保证你放心 你要知道 哪怕是一场意外 对于我们来说 都会造成不合弥补的损失 参谋长 我的好参谋长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 处理得妥妥当当的 报告 别了 别了 炮兵营运输车辆已经到位 旅运长正在等待命令 好 拿着我的军批 咱们去炮兵营 是 炮兵营运输车输 炮兵营运输车输 知道了 走了 子科长 刚刚得到消息 昨天下午归进冠点 遭到伏击 伤亡不明 对了 四言让人带话 说请进去国际大饭店 夜会厅一序 说是有要事相生 人呢 谁 送信的人 子科长 小子在这儿呢 子科长 四爷让我在这儿候着您 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小子离二 原来是四爷赌场里的河官 最近这几天 才跟在四爷身边办事 小子现在是巡捕房里的包打厅 以后有事 还请子科长多多关照 子科长请 子科长到 子科长 大英雄啊 你终于来了 陈静哥 您就是 陈静哥 面带微笑啊 子科长 今天你是主角 你看 为你准备的庆功会 闺君们 我一直不明白 你是有功之臣哪 有功之臣 四爷说的是不准备 子科长 幽默 灰君们 难道今天是要给我自立安安摆鸿门宴吗 你觉得纸里面能抱得住火吗 数字谋愚钝 不明白你的意思 昨天下午 我的官邸遭到了歹徒的袭击 此事真的与字谋无关 我信了 我信 不过我要提醒你 无论计策有多完美 你都要看看 结果是否如其所愿 贵君们 你也明白我对你们自家什么态度 小资打伤了我的父亲 现如今 你居然敢来害我 堂堂贵君们难道是要助联吗 不不不不 我现在不搞内心 打打杀杀多没意思 我现在不上和气 你何未归嘛 走吧 来 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大英雄 真基础二科科长 金丽雅 好 先生们 女士们 各位记者朋友们 今天 贵君们特地邀请大家 一起来分享胜利的成果 众所周知 上海黑市军火商凶狠毒辣 他们非法买卖军火 造成社会的动乱 且屡禁不止 气焰嚣张 经由上海警备司令部 真基础二科的资历安科长 为打击犯罪 一年多来 收集黑市军火商的各种信息 详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资历安科长运筹帷幄神机妙算 将敌又至贵君们的官邸 并且亲自派兵埋伏 一一击杀之 劳苦功高 今天特地邀请大家来 就是为了一起分享这胜利的成果 你这样憋我会后悔的 你自作自受啊 一会儿发言生动一点 来 看镜头 来张照片 请将你们的镜头 对准我们这位 剿灭黑市军火商的大英雄 茨科长 为我们的茨科长 补写胜利的篇章 茨科长 各位好 茨科长 请问您在剿灭黑市军火贩子上 有什么制裁法宝呢 真机处对于剿杀军火贩子的后续计划 您可否透露一二呢 茨科长 您对于民间强制管理松懈有什么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 您有什么话要提上海市民说的呢 我们真机处对于剿灭一切非法的 危害政府的行为 都将处以切实打击 保护市民 维护城市安全 剿灭黑市军火贩子 我们真机处走无旁贷 好 说得好 你不是说好了吗 大空爆弹言 不是说的 您是真大 哎呀 老吴啊 怕你临时变卦 所以这次我们用的是麻醉胆 好好出去闭一阵子 等四爷的气消了 就回来 你 你去哪儿啊 预言录 好嘞 到底什么事 怎么急着见我 好嘞 子莲到处放狗 还是我来 我就不相信 他养的狗那么听话 二十四小时不吃不喝了 我动作很快的 你 聪明啊 谁啊 诡异 他现在 把泽利安推到火堆上去烤 如果老吴请的那帮人 要报复 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了 你还要报复 五爷没事了 再等等看 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老五的照片送给他 给足他面子 派谁去送了 小资去哪儿呢 你去买包盐 再买点青菜 还有上海的大公报 申报各买一份 是 记着 不要给贵公馆打电话 回来的时候多转两圈 注意安全 去吧 太子 再帮我买包盐丝 这两天啊 夜影大 去吧 去吧 其实上次我们去看房子 我就联想到了 烟钢在上海 一定还隐藏秘密住所 房子是没有缴的 不会跑 不管是买房也好 租房也罢 一定能留下蛛丝马迹 我在上海找了两个最好的侦探 让他们帮助调查 烟钢的线索 这个桂婉呢 喜欢黄瓜 所以他们就从几处画廊 开始入手调查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发现了三个地方 你派人去过了吗 没有 第一 我不想打草惊蛇 第二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走 只要守住带头即可大功高成 你上报了 为什么 你想啊 如果我上报了 我的那些上子呢 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剥夺你的功劳 赚取他们自己的前程 你所有的努力 就会复制东流了 燕耕暗不就是因为 寇龙立功新切吗 以至于到今天都破不了暗 让我们白白牺牲了 那么多弟兄 言之有理 这次你相信我 一举拿下共当交通斩 好 你继续部署你的计划 而我呢 全力去调查 燕刚的秘密住所 我们两面出击 势必抓到私立群 我来 倩倩小姐 倩倩 小资少爷 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你忘了 我在烦心报社给你写专栏的时候 你让我给你记照片和底片 地址是你给我的 是 我忘了 我有一些事情想问你 方便进去说吧 方便进来吧 好 坐吧 不好意思啊 我这家里寒酸 平时不怎么招待客人 这四爷也太空门了 好歹你是大世界最红的巫女 给她赚了不少钱呢 不是 你误会了 四爷带我很好的 是我自己家里太穷了 爹妈都有病 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养 所以自己苦点呗 不过等他们都毕业了 就好了 真没看出来你还这么孝顺 你爹妈有福啊 可是 你为什么不找四爷帮帮忙呢 四爷也不容易啊 你想他一个人 要养那么多兄弟 别看他是个大人物 其实比我们可艰难多了 你可千万别告诉他 我可以的 你有什么事吗 对了 你最近见过露西吗 露西姐 你最近 最近都没有见到他 那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写过信又或者是找别人给你 带过什么话之类的 你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最后 你什么意思啊 他怎么了 你怎么会跟他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 我找他找了很久了 你帮我仔细地回想一下 你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时候 你条顶你开下车 你最后一遵从你以后 你怎么就啊 你最后一遵从你手中 你心里只在那儿 发烧 我就躲起来了 不想让家人担心 我觉得像Lucy姐 这么有主见 这么善良 一定不会有事的 真的 谢谢 谢谢你 那我接二九六八 喂 四表嫂妈 我是你小表妹 你家里着火了 十万火急 赶紧回家吧 我该走了 现在 你打摊子事呢 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猪骨猎鱼款 还有 小心点 别没钓到鱼 把小命给丢了 这话应该我说 我身受敏捷的 我等你回来收被子 林副官 江参长 林副官 你把冰宫署这两年的记要文件 你把冰宫署这两年的记要文件 整理分类 然后交给我 哪方面的呀 都要 我做 我做 不不不 您做多不合适啊 林副官 我现在发现除了军门谁都叫不动你了 江参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就去做 去吧 江参长 军门去哪儿了 军门去哪儿了你问我吗 坐 我现在就去 重点坐 重募气 是 去问 出事了 怎么了 刚才接到南方局的密电 南方局内部出了间隙 我们在山海警察局埋伏的通知 启动了禁机狱警 原定 南方局领导和一个即将负责大批物资运送任务的秘密党员的接斗计划 被迫更改了方案 我们没有时间了 因为这件事情跟欲望速区的军用物资有关 所以南方局把禁机任务派送给了我们 我去 我 这次我去 不行 你不仅要负责仓库物资的绝对安全 还要兼顾二零三的康复质量工作 而且 会议相信我 也请组织相信我 任务很艰巨啊 告诉我 原定方案和更改方案是什么 原计划 归议会在今天下午六点钟左右 到法国公园停车场 草兵第二排 上一辆窗户上贴着半个细字窗化的黑色汽车 然后在晚上七点 准时到达夏肥路彩虹公寓 三楼五号房跟领导见面 可是现在 南方局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患 后来经过多方调查 证实了这个城珠就是CC特务 我们在上海警察局埋伏已久的一颗钉子 通过特殊渠道 把秘密情报传递给了南方局 南方局迅速更改了跟归翼见面的约定方案 由我们这一组派人 去法国公园截住归翼 让他上我们的车 去御远路德国公寓见面 法国公园 一定被敌人严密监控起来 如果归翼进入了 那辆车区窥然不动 那所有在敏感时段 进入草坪的人都会被逮捕起来 归翼一定不能进入危险区域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去六点钟 还有二十分钟 从军部到法国公园 需要半个小时 归翼肯定已经出发了 狗身一人 我们根本无法联系他 记住 丁警啊 任何可疑的人都不要放过 对 重点是那辆车 车窗上有半个喜字的 对的对的 不要钓鱼清心 打起精神来 如果没人动那辆车的话 就把草坪上所有人控制起来 一个一个仔细地查 什么名义 就以吉拿共挡交通站要犯的名义 清楚了吗 谢谢 我说得一定会不能要 如果不应该不让我们 这个就是坦克被收捕军 每个都得损成 我肯定是 你会儿的 我都得开心 但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双励者 你的 南方局领导的街头地址变了 我是奉命来传达任务的 你 我先重复一下 你接到南方局的命令 今天下午六点左右 你会在法国公园停车场 设样一辆贴着半个洗字的黑色汽车 晚上七点 准时到达峡飞路彩虹公寓 三楼五号房 和南方局领导会面 是的 南方局领导出于安全考虑 临时变化了见面地点 晚上七点 到渝远路德国公寓 会有人等你 坐我的车去 就请在公园门口叠三棵树下 为什么要改见面地点 是出盘土了吗 别紧张 这是惯例 这方面我比你也有经验 可是 如果我们取消这次会面 就会暴露我们在CC的人啊 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 考虑的时间和余地了 眼下只能同志那位同志 马上撤退 这位同志的位置很重要 不能轻易撤退 一颗钉子 钉到敌人心脏了 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多少年的努力 才换得今天的情报 我们绝对不能轻易牺牲掉它 把车钥匙给我 过瘾 一帆 相信我 我相信你 不相信你 我还能相信谁 如果皈依被捕 或者我们埋伏在CC的情报员被捕 都意味着我们任务的失败 到了我们不顾一切的时候了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吗 今天下午 当我知道你是自己人的时候 那一瞬间 我才明白 原来我一直都没有爱错人 不过一番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还有啊 这草坪 里里外外透着邪气 有人监视我们 你是军政大员 日常行踪 都会有人盯着 别说是真机处盯着你了 就算是小报记者 也会盯着你的 放心吧 换车是惯例 为了南方局领导的绝对安全 这是必须的 明白了 那我们 转过时间 这一天 恐怕不行 为什么 你也知道 我的照片上了通缉令 榜上有名 但在上海很危险 组织上 已经提前调离我 回苏区了 可是 今晚就走了 一万 你想怎么做 我们必须不顾一切 拼死一搏 你不会是要去开那辆车吧 不仅要开那辆车 而且还有解决掉承主 这个人在南方局工作过 危害程度可想而知 不行不行 一万 我们再商量商量 承主 一定被南方局秘密闲置了 告诉我他在哪儿 南方局利用他 去诱导刘玉宾上沟 派他去彩虹公寓 做借贷工作了 有过先例吗 我 在这儿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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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诱导 你 咱们 我怕你 诱导 这 我怕你 你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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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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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记录 是我的 程柱同志 葳姨同志 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 是啊 时间过得飞快 您身体还好吧 好好 那就好 程柱同志 虽然我们都在南方局工作 但你并没有见过我 这次我来 是奉南方局领导的意思 来与你对接工作 麻烦你去洗下杯子 开会的时候用得着 这次南方局在上海 与秘密党员见面 是冒了极大的风险 你知道的 我们的秘密党员 一直在警察局 同时机密工作 这次他要求与我们见面 完全是位了 回到苏区工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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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科长 什么情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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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 守住所有出口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记住 一定要抓活的 跟我去看一下 终于等到跟你重逢的这一天了 刘玉斌同志 你等我 你秘密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 必须立刻跟我一起撤退 把围巾摘下来 让我看看你的庐身真面目 你怎么了 不记得我了 是不是有人在监视你 怀疑你 你忘了吗 我们一起在南方局工作过 把围巾摘下来 摘下来 把围巾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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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围巾摘下来 把围巾摘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